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專輯 我們現在來到走中獎的現場 FBEN HOME超級多創作者 今天我們要來一個特別企劃 手上帶的這些跑鞋 你知道走中獎就是一個每年 很尷尬的時候要跟大家互動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點害羞 今天這一集我要來做一個跑鞋估價玩 究竟這些創作者呢 平常不一定有在運動 他們能不能分出這三雙跑鞋 哪一雙是最貴的 而且他們估價個別分別是多少錢 第一位選手是我們這雙 Adidas的4D FWD 第二雙選手是走中獎的最佳 ON的How Monster第二代 第三雙跑鞋是我手上的這雙 Nike的Alpha 3 這三雙跑鞋呢 特別價格是五千、七千、還有一萬 究竟他們能不能成功猜出這三雙跑鞋 我們接下來就來去採訪大家 Let's go 那這是用列印出來的嗎 對對對 這個是3D列印 3D列印的大品 肯定貴了 哎唷 應該不便宜喔 估價一下 那是可以聞的嗎 這個我有穿過耶 哦 依我不專業的判斷 是 可能 這個到底是跑鞋還是一般鞋 因為 它原廠其實是寫慢跑鞋 對 所以它理論上定位應該是慢跑鞋 但實際以我的角度呢 它比較適合走路或休閒 因為它其實跑快的時候 你可以嗷嗷看 它其實有點偏軟 所以速度會有點被吸收很多 我覺得這雙至少要 八千多吧 八千五好了 這個我猜它大概是四千五 沒有一個範圍喔 好 但我其實 我沒有研究跑鞋耶 怎麼辦 那你平常 那我再多問一個 你平常大概多少錢的跑鞋 是你會購入的價錢取得 三千左右 三千左右 好 那你覺得這種跑鞋價值多少錢 這個喔 這個感覺就比三千的還貴 五千 五千塊 我覺得啦 那如果五千塊你會買這張鞋嗎 應該 我比較注重 機能 舒服 這個應該八千八 八千八 八千八 這個四滴是不是 四滴 我猜 七千五 七千五 對 一千八 一千八 OK我幫你寫下來 這個八千吧 三滴列印 哇這個感覺滿精緻的 我先落在四千塊好了 我記得是不是剛出來的時候很貴 有嗎有這件事情 蠻貴的 給你的透露只能到這裡 好 四千五 後來可能就是 掉價一點 會掉價嗎 四千五 四千五 差不多一萬塊 一萬塊 八千塊好了 八千 八千塊好 第二雙是這個瑞士的這個選手 他是來自ON的品牌 還好是新的 你給我這樣聞下去 我下一個是有穿過的就有點尷尬 沒事沒事 是 這個 而且他是貝德勒有投資的 貝德勒有投資 然後他的這個設計呢 來自於創辦者覺得 這個水管如果踩在腳底 好像會很舒服 所以他就做出了這個中底 喔 沒錯 這個設計滿特別的喔 你覺得這張跑鞋的價值多少錢 我覺得價值應該是 貝德勒價值一萬塊 我在日本很多潮鞋店 我看到了 是不是 為什麼 帝歐竟然不知道 而且這個跑鞋在日本現在 對啊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穿這個logo 你要去他的店要排隊 對 那這應該是有抄鞋的價格 應該是五千多 五千多 五千多 可能 兩千六吧 兩千六 晃的就是知名就是他比一般人 都還要貴一點 欸喔 對不對 這個Sense算是 果然是跑了兩三年了 但是他這個應該不是那種碳板鞋吧 對不對 它沒有碳板 沒有碳板 沒有碳板便宜一點 六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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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恩喔 歐恩也不便宜 四千多 歐恩你有穿過嗎 沒有 也沒穿過 乾爹 好 瑞士的歐恩肯定 來自費德樂家族 必須要好不好 對啊 我這個沒有用過 感覺很厲害 四千塊 聽說很厲害 六千五 唉唷 六千五 我覺得這個要 八千 整 八千元 八千整 七千 我改七千 這個底看起來也很厲害 我猜他五千五 五千五 對 這都是洞洞系列的 我想一下 我覺得這應該有 這個 瑞士的是不是 哇瑞士 而且來自這個費德樂的投資 費德樂的投資 費德樂的品牌 一萬 我有朋友跟我講過說 去美國 或 去美國一定要買這雙 為什麼 他就說 比較便宜 而且就是 也是穿起來很舒服 就腳 他們都說腳感很好 是是是 對對對 那你來評估一下 裝跑鞋 做工啊 用料跟價錢 你覺得大概落在哪裡 因為我知道 專業跑者的跑鞋 貴到一個KUBA 不然我這雙猜六千好了 這個感覺五六千 五六千 他這個 他這個 很透明 很透耶 很輕耶 慘了 要修正一下價格嗎 手指是看得到的 襪子顏色 是會被擔心的 Sorry 哇靠 七千七千 我有這雙我還沒穿 我沒有穿 因為穿這個上面要比較 進階的 對 他這個有點太衝了 這個穩定度要夠 但我跟你講這雙跑鞋 幫助推進或成績 真的蠻厲害 有有是不是 現在的世界紀錄 都是他們創造的 才有辦法啦 不會你們都是完成全馬的選手 沒有沒有沒有 接下來就只差速度啦 OKOK 好 最後給他估價 哇 這個應該九千六 九千六 九千 九千三 九千三 而且他這個網布很透氣耶 這感覺用了很多technology耶 很多新科技在裡面 你的分析非常精闢 你要不要看一個跑鞋分析的頻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至少 這雙應該是最貴的 最貴的話想說 你要不要修正一下前面的價格 我覺得你這樣跌下去 沒有人會買這三雙跑鞋 真的嗎 我覺得這雙好 這雙我覺得應該也要 一萬塊 Nike這個 這個看起來也很厲害喔 這我猜他應該更貴喔 他六千 是他超輕 他超輕 就是而且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他在這邊幾乎是完全做 就是把這邊的重量完全捨棄 有點失望感 對 這邊包 可是我不確定穿起來包覆性會怎麼樣 所以這我不確定 但是他的鞋底也是那種 膠 是是是 膠合的 然後前面這邊又有氣墊 又是Nike 9000 9000 你來評估一下 他是Alpha 3 很輕耶 對超輕 前面的幾雙大概250-300克 最雙大概是190克 評估一下他的價錢大概露在哪裡 好3200啦 3200 那我覺得這個感覺 這個編織感 這個輕度 覺得Nike應該會賣5980 剛出名字 只要一萬塊吧 你猜你猜 這雙神弦系列 神弦系列 如果沒有記輸的話 接近一萬 所以他跟3D練那個應該差不多貴 不對他最貴 哇哇哇哇 頂了 這個是頂的 這個是 10500 對不對 10500 100500 我記得吧 第一雙呢 來自 Adidas 7200元 7200元 欸其實蠻接近喔 蠻接近 誤差 誤差 1千塊 第二雙 5980元 5980 欸 5980 這麼便宜喔 沒有 廢德樂其實算貴 上面有到超貴 上面的超貴 比我想像中的便宜 也要6000塊 也要6000塊 最後一雙來自Nike Alpha 10300元 很準 很準耶 很準耶 10300元 我覺得你可以開個副業 好鞋分析 那我還是買不起啊 沒有就是 各大廠商請寄給 Leo他會幫你很精闢的去開箱 各雙跑鞋的 沒錯沒錯 公關品 護衛 護衛啦 快點 我們的第一雙跑鞋 來自 Adidas的4D 7200元 對不起 我太不適貨了 你這如果是人民幣 OK 撐一次 第二雙 OKOK 來自 哇 5980元 最後一雙 Nike 我懂 欸 放棄 他直接給我放棄拍攝 我想邱格的估價很精準 因為你剛剛估的是 Nike第一名 對 最貴 第二名是 所以你其實估得很準 是不是 哇 果然是開箱跑步的 邱格 對 果然是商人 不會不是 我們就是 我要修圖這三雙 有需要 蛤 是不是 你估價 我們的估價是怎樣 最後的結果 最貴的是 C 最貴的 最便宜的是 B 是你估價最貴 太厲害了 也是第一位目前估價 現在完成相反 全錯 最後一雙AlphaBly 3 10300元 看來 你還不是不夠資深的跑者 請繼續努力 這是我們今天的三雙 10300元 這雙跑鞋是很多高科技在上面 而且他是碳板跑鞋 所以他最貴 哇 大開眼界了 6000元 你整整 低估了他5000元 我真的太小看他了 因為我只穿過Nike的小飛馬而已 小飛馬的價錢 往上比的話6000元我覺得差不多 雖然估得蠻準 但他比小飛馬高的規格應該高了3到4個級別 所以他直接到最頂 所以排序下來是Nike 愛迪達最便宜的是AAR 第一雙跑鞋 EDITAS的定價是7200元 這雙愛迪達的4D 他雖然非常高科技 所以老實說不太適合跑步 穿帥還可以 穿舒適可以定價7000元 可是慢跑應該 慢跑訓練應該行吧 老實說我覺得不太行 他那個中底會潰縮到觸底的感覺 哦 他會垮掉 對對對 你集中壓下去 我懂了 他會垮掉 所以他還好 第二雙呢 AARM的這雙是5980元 差20塊 很爽很爽 6000元 好爽20塊 最後一雙Nike的 真的是很頂級 這雙跑鞋是10300元 1000塊 1300塊還行吧 所以其實你的估價蠻精準的 我覺得第一雙有點偏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在看的時候 我就真的就看過很 就是如果是佛專業跑者 真的比籃球鞋更貴 確實是現在的行情價 碳板跑鞋幾乎都是要7000到1萬 因為我那時候 我自己是穿亞瑟士 對 因為我那時候也看到亞瑟士 我自己是穿那種卡拉諾 對對對 卡拉諾也很跑 可是他就4000塊 啊可是 我就有看到就是他就是做給那種佛專業頂級跑者 不用那麼非常誇張 那個就都9000一萬 就是很誇張 其實也很貴 來自愛迪達的4D 定價是7200元 欸很準耶 很準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 有在跑有在跑 第二雙來自Owen 5980元 所以一眼有點高估了 高估高估了 最後一雙來自Nike的阿發 BlackSide 10300元 哇 你比較接近 真的好貴喔 真的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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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感謝看爹他們把鞋子送給我們 感謝公關品 艾迪達的7200元 喔 你說要7200喔 你說有點掉價 他目前定價的位置在7000元 那我可能是看到他的那種 DJ版 對DJ版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第二雙 來自Owen 5980 喔 其實蠻精準 蔡哥猜的價錢是6500元 第三很接近 10500 10300 喔 我就記得他有一個很 很古怪的數字10多少的 對 不錯不錯 恭喜你 算是我們今天 估價王裡面 還蠻厲害的 你這兩項的接近 對 其實你看 就對於我對於Nike的認識 在你Nike廠商 也可以進一雙 讓我們來跑跑看 阿發三T 算我們這種中低階的跑者 穿這雙高階的跑鞋 好不好穿呢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跑鞋估價王 究竟今天最後的結果 大家看了覺得怎麼樣 這些YouTuber呢 通常可能沒什麼在跑步 或是剛開始跑步 所以對於跑鞋的這個估價 可能沒有到非常精準 但還是有幾位非常厲害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走鐘獎 幕後 採訪特輯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未來 評價不錯 或許我們可以到賽場上 來做一個跑鞋估價王 我是Nike廠商 竹光塌陷蠻嚴重的 所以我覺得感覺好像穿這個 他會跟我螺合很重要 下一次 下一次我決定跟直通來5K企劃 好可以可以 先上5K開始了 好不好 可以 我先幫你鞋子準備個三五雙 好 我現在感覺像1K差不多 很多人都說跑步怎麼膝蓋會痛 或怎麼樣的 我們來試試看 直通不會痛 應該大家都不會痛了 欸 很有說服力耶 對 很有說服力 我先把護膝拋上去 這樣而已 我秋葛有寄那個 護膝過去 好嗎 好嗎 好嗎